小时已久的雪芹冲出江湖 实力还有多强呢 在手机红出6比0之后 能否赢下梁静坤 哎呦 队友之间的出路太熟悉了 打了一个回头 通过极限的高球 拿到了反攻的机会 这是刚刚结束不久的平差5年赛 最后的男团决赛 由雪芹迎战梁静坤 再次测试 雪芹的赛车露面 已经射去年的年底了 雪芹的6比0强势开局 梁静坤比雪芹小了6岁 她的两面实力惊横 放手能力突出 放高球 放高球 雪芹 回到自己最熟悉的远台 反了 被淘汰后的雪芹 又很强的助长能力 通过前面的高球 拿到了反攻的机会 继续是空短 一个中警卫的伴主台发球 帮助雪芹以11比6 拿下了手局 一板出其不易的 平常正手 打两面的调动 双速非常明确 转了一个半高跑 雪芹的车牌很打 这辆并不高 有点打不动梁静坤 还是侧身的反 看梁静坤的弱点 要雪芹的发手位 要得很成功 雪芹呢 可以去尝试去摆到 呃 梁静坤的正手短 通过发球变化 参照抢空机会 去找一下感觉 哎呀 这一板 不赚了 其实这一球 雪芹的正手手感 非常出事 打了一个床月 抓对方的正手空档 继续摆 防住 反手反思 再转正手 一板防守加力后 为赤身的进攻 创造机会 雪芹的琳娜 弧性有些高了 梁静坤的方式很有把握 扑正手 举心的大 还是从正手突破 已经够大了 勾手 还是扑正手 扑回来 杀高球 撇拉 扑球一旦插网 很难去调节回来 即使打上了 也很难衔接 你旋转 发手一波的倒地 测身 第二球的梁静坤 通过高见的 发手控制 让雪芹的正手 很难发挥出来 捞捞压住防守 笑一板 节奏的变化 雪芹的手上感觉 对比梁静坤 还是要更加细腻 处理出的手段更多 拉起来 中眼台 把这儿进台 强点的快篮 不像雪芹有 拉手发力的机会 跳起来 侧切 杀高球 雪芹的优势 还是在牵上板 一个突然的侧切 让对方挫手不及 勾手 很短 这板没 对于雪芹的凌达 梁静坤的处理非常果断 撕出高质量的斜线 抓住了发出轮的机会 赤胜得分 交发出的预胖出了问题 测拿一板 还是想通过交发出的变化 去创造机会 无难对方加油准备 好球啊 一板高掉弧拳 配合倒地 撤手 哎呦 雪芹秀一把手感 这板正手的穿越 质量很高了 不过对方是早有准备 在这里等着 又是 雪芹的防守 一板用来拿第一板的下雪 再刀榜上次方面 并不上场 又是中原台的连续拉 削一板 被押住反手后 很难发力 在步伐的移动上 也没有像以前的那么勤快 又是侧身的倒地爆 发出后的果断测试 又是反手反思 开击不利的雪芹 打得更加主动 高阶段的防守直线 爆条 抓正手短的进网半高 擦网 这板加撞弧拳 需要速度不快 当时点击了对方的站位 弱点很偏 这球没办法 定着雪芹的下一板 一图 差王的意外球没有打上 半高跑 摆住 反手拧起来 抓住雪芹的发手无敌线 最后是梁静昆3比1举胜 505 6 3 6 7 7 4 5 6 7